今天是2022年2月2日正月初二 所以今天特别二 今天是个星期三 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 一上来咱们先说一点小感想 在大队人马赶到之前 这两天我们中国人过年 从我们家这儿 晚上出去遛狗的时候 我能看到远处奥克兰市中心那个天空塔 果然在晚上 整个至少我能看到上半部分 果然都变成了红色 有人就把这个叫中国红 看来这个说法也得到了世界的一个共识 很多国家都在这两天也都上演了这个中国红的各种各样的灯光秀 都是红色以这个为主吧 那为什么中国的国色就成了一个红色呢 这东西它就代表中国了呢 我就想这件事 难道这个是因为共产党吗 还是因为中国人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上 就认为这个红色是民族的代表颜色吗 所以今天正好是过年期间 简单的咱们聊几句 漫谈几句 这是怎么一回事 说到中国的传统的五色体系 是黑赤就是红 青白黄 这五大颜色是正色 说到黑色呢在《易经》包括一些过去的这个古籍中认为 这是天的颜色 过去呢有天地玄黄一说 那个玄说的就是天 黑里稍微有那么一点透红是这么个意思 说到黑色那是古代中国的重色之王 在中国古代史上 比如说每个朝代崇拜一个颜色的话 黑色是中国历史上被崇拜时间 最长的一个色系 像后来中国的太极图都是以黑白等等的吧 黑色 实际上是中国在历史上受尊宠时间最长的一个颜色 说到白色呢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色彩的观念中 这里边呢它既象征着光明也代表着纯洁等等的吧 当然呢后来啊办白事它也代表着一些那方面的一些色彩 红色在中国的民间确实有 正红它代表着吉祥和喜庆 黄色 是这里边的中心色 它是大地的颜色 为什么有它 在中国呢一直有黄生阴阳的说法 阴阳是黑白 但黄生阴阳 把黄色 分为是彩色之主 黑白除外说到彩色 黄色就是主 是中卫的一个正统的颜色 是中和之色位于诸色之上 这被认为是最高贵最美的一个颜色 说到青色 这里边有点发绿 蓝喇叭的绿喇叭的那么个色 象征着生机勃发的春天 它的代表意义 是相对最低的 所以如果要说什么是中国传统的民族色的话 应该是黄色 这是大地的颜色 这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这是直接都有相关的 如果这不是什么好颜色的话 那黄帝也不会把它用为 是最高贵的颜色 把它垄断在自己手里 别人谁都不许用 黄色一直都是帝王之色 皇宫设计 庙谈 那都要用黄色 同时 这也是 超凡脱俗之色 佛教到了中国 最后也选择了黄色 当然不是明黄了 作为自己的颜色 大和尚穿的那个袈裟那个衣服 主色调都是黄色 说到这个红色呢 它确实在传统中代表喜庆 但这个颜色呢 这些年被这个共产党给糟蹋了 这里边有太多人们的鲜血 我想呢 现在这里没办法 现在好像就是这样 我想将来推翻中共 国家一切都重启 自己重设的时候 我认为那时候一定会讨论 中国的国色 到底是什么 我想这个颜色 将会回归到黄色 就说眼前的这个红色 美国的帝国大厦 米兰的大教堂 悉尼哥剧院 马德里一个大型的建筑 日本东京的东京塔 俄罗斯 圣彼得堡的大桥 伦敦呢 那景观就多了 特别是那个伦敦演 那大转盘 包括 奥克兰的天空塔 等等 这样重大的地标 等等的吧 在世界上最高的那个 迪拜的哈利法 那个大 高层上 还上演了一个红色的 激光秀 所以说这两天看到这个 中国的官媒的记者们 那是很兴奋的 纷纷搜罗世界上各地上演 这个中国红的各种各样的景观 各种各样的消息 觉着这个特自豪 特骄傲 文化特别自信 但这些人 包括一块也都跟着骄傲的那些老百姓们 不知道这些人想过没有 世界各国呢 人家纷纷对中国文化表示尊重 这对 新西兰来说 对澳洲对美国等等来说 这就算是过阳节 人家在那过人家的阳节 过你中国的节 而你中国人尊重过别的文化吗 人家过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 那你中国人为什么要进过阳节 不光是当官的啊 老百姓很多人傻了吧唧举这个牌子 我们也要禁止圣诞节 抵制圣诞节 这样的节日文化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那反过来如果这两天全世界 一块来抵制过春节 那你中国人 你又会怎么想 所以说呢看到全世界的人都在欢欢喜喜的 享受这个节日尊重这个节日 对比来看 中国人确实是病了 那个精神上 是出毛病了 看着全世界人家都在大大方方正常的庆祝和享受这个中国节日 再看看中国人现在面对那些所谓阳节式的那种愚昧的表现 就知道这个民族在这几年啊 十来年的时间里已经病入膏肓到了什么程度了 已经不正常 已经神经病到了什么地步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这两天我看到了世界各地 各个主要的城市的地标啊 沾染上了这抹红色之后 当然我首先有意见 为什么是红色呢 之后就有了上述这么一番感慨 大家都挺正常的 就是在神州大地 那儿的人 都病了 下边呢说我们今天的标题 国族惨败越南 终于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 小标题第2个是北大的报告那个小院高强的战略是奏效了 确实是管用 第3个小标题呢 习近平连任没戏吗 这可能成为他垮台的一个关键 第4个小标题给郭德纲先生提点建议 在这个时候 千万不能怂 今天呢因为话题都比较碎哪个也不够大 所以呢 咱们多啊咱们聚集一些标题 跟大家多聊一会 现在国家整体的形势呢是下行 是一年不如一年 前面那个牛年大家过得也不顺 大家都想骂街都想发发邪火 和你周围一看呢你骂谁都不合适 骂习近平骂共产党吧又不敢 骂周围的人骂谁好像也不太合适 结果呢大年初一中国足球主动把脸给凑上来了 骂我吧 结果我观察就在这不到一天的时间里 这国族都快让人给骂话 各种有才的嬉笑怒骂是调侃找乐 全来了 大伙这两天骂这中国足球 我看挺欢乐的 终于让人们把这压了一年的郁闷的心情给抒发出来了 当然说到中国的倒霉球他肯定得输 肯定他是出不了线 但这次能让人们找一个 能找到一个出口 特别是找到一个安全的 可以无所顾忌的大骂一场的 把心里憋着的这口气给骂出来 我想这也算是这次中国队一个功德了 这比昨天的那个就头一天的那个春晚 娱乐作用 大家的这个我看快乐的这种 这种程度那要高很多要大很多 这个骂得真过瘾 说到春晚咱们简单聊两句 我个人我都不知道我多少年不看春晚了 10年以上肯定是有的 我们家现在别人也不看 很多年前我不看的时候在家里我订了一个纪律 你看可以偷着看别让我听见 结果有个别同志戴着耳机自己在偷着看 说到这两年下来可能也是算受我的影响吧 现在大家没人看了 这两天网上的有一个春晚收视绿图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是不是就是今年 但是呢和以往的规律差不多 把这中国地图啊 那只鸡 你从中间画一条线 从河南往上 基本都在 六成以上 而从河南往下 除了安徽还有个24%的 受视率以外 其他的都在 两成以下 越往下 也就是越往南 基本上那就剩个位数 我看有朋友这两天就调侃吧 从河南那干脆画一条线就完了 这就算是一国两制 或者呢 就干脆分了也就算了 你一看大伙这个 这个文化兴趣文化品位 天差地别 这是一国人吗 同样一个电台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办的节目 从河南那为界上下如此的天差地别 这是一个国家的人吗 在别的国家有这种现象吗 说回到足球 有着同样的意思 我看这两天呢有朋友也给总结也发现 发现这春晚和这个足球 有着惊人的相似 你比如说这两件事 都有着严密的领导监管审查机构 都一样啊 足球也是一样的 原来霍顿呢还在这当赌教练啊 他认为他说了算了 结果突然跑进一中共的官来 后来大概是 是徐云生还是李富荣我忘了啊 跑进来啊咱们要学三元李抗英 怎么着 结果把霍顿当时看这人谁呀 我的赛前准备会 他凭什么进来说几句 他在那说什么呢 在那说共产党的那一套 足球也是有这套说法 然后呢也都组织去看升国旗等等的吧 而且这几年惊人的一个相似 说到春晚和这个足球 基本都是北方人 当然春晚呢他是以北方文化为主 北京是文化中心 上海人家是经济中心 文化中心的都是北方人 以北方文化为主 说到这几年的中国足球队 你再找像古广明啊 荣志行再找什么吴玉华那脖子人赵大玉呢 你早就没有了 现在都是傻得黑粗的都是北方队员 基本上我看得八九成都是北方队员了 所以说呢这两台节目基本都是北方文化为主 然后呢说到观众 无论是看春晚的还是看中国足球的 基本都是一帮人 都是呢每次看了每次也都跟着骂 然后呢每次啊又都 又都在一遍一遍的回来不长记性 还回来看的 基本都是一帮人 说到南方那边人不看春晚的 他也不看中国足球 这都差不多 另外呢说到这两台节目都有被骂完了以后不断换帅的这么一个机制 那边是换主教练 这边是换总导演 反正基本都是这个路子 另外呢很多人啊都把最终的失败 归结为什么排兵布阵 我看呢最近李承鹏啊这李爱国啊 他们最近呢还写文章就这两天嘛 这都是制度问题 你换谁上去也没用 世界上顶级的教练世界冠军队的教练来了不也照样抓虾吗 你像那李皮 你每年给我上千万的钱我都不要了 我就是要跑 我不跟你在这丢人现眼了 这不是换谁来的问题 谁来也赢不了 但我经常看呢像黄建祥他们那些人还天天分析 哎呀那个边后卫应该赏他 那主教练这时候应该换这个人 反正都把原因还都归结在这个层面 我也不知道这都干嘛呢 另外呢这都是一个名利 角竹场 说到春晚和足球都差不多 另外这两拨的人呢都请外援 都努力照搬所谓国外的成功经验 但折腾了半天 始终也都不得要领 因为这两拨人都忘了一个最终的法则 那就是好作品 只能来源于自由的空气 竞争的体制 和公平的环境 竞争 公平 这两件事都不具备 有朋友呢给我来私信 就说呢说到中国足球这件事 大家呢也都对这件事比较感兴趣 让我多说几句 简单咱们回顾一下 聊一点往事 说到中国足球的改革呢 实际上和中国整个体制改革 包括经济改革 善指和以前清朝的那个洋务运动 都有很多的共同性 都有很多的 非常一致的东西 咱们把日本拉来陪榜 和中国这个足球的发展做一个比较 我觉得这两件事呢特别有说服力 30多年前的时候 中日两国的水平都不是很高 40年前吧 都不是很高 到那时候呢中国队凭借着自己身高体壮吧 这踢的都是破球 但每次呢还能搞日本两三个球 我个比你高能顶进去 到后来两国几乎同时提出了各自的追求 那就是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 两边呢当时都意识到必须对现有的体制 进行改革 日本的做法呢 日本的做法呢就是全面的模仿 欧美的赛制 搞全面的职业化和市场化 然后把好几万名孩子送到巴西去踢球里 中国的做法呢 那和中国的改革和洋务运动基本是一样的 那得在党在中国足协的绝对领导下 进行了部分的市场化的改革 两边同时起步 应该说当时中国足球率先取得了早期的巨大的成功 当时的甲级联赛 那叫甲A联赛 在资金的投入市场的规模 整个对社会的影响应该说都超过了日本 说到当时两边的什么外援 日本早期呢请了一些外援 像季科呀等等这些人 基本就算是退役的一些世界名将都给招来了 但在中国当时联赛里当打的一些外援 那都是在世界杯名单里的 都是当打的一些运动员 尽管名气不大 说到两边当时在外援上 两边应该也差不太多 我那时候还看啊什么高峰啊 包括那好大炮等等那帮人曹宪东什么的 当时那北京国安队一阵一阵的抽风 什么AC米兰阿森纳什么 这谁灭谁 还有格雷米奥等等那时候挺好玩的 那时候的中国男族 获得了亚洲亚军 并且直接打上门去在日本东京 2比0击败了日本 我记得当时是刘海光和李辉 两人一人进了一个 历史上第一次打进了奥运会 当时女族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连续夺得了世界亚军 两次是三次啊 应该说到这个时候 当时世界上没有人怀疑中国人的能力和财力 但是到了30多年以后将近40年以后的今天 这个体制的落后体制的缺陷 就决定了中日足球最终的成败 你还别说30年了 当时10年以后中国足球就掉头向下 身陷假赌黑 假球黑哨横行 最后那足协集体腐败 让人给连锅端了 主席副主席全进去了 我估计现在还有人没出来 当时联赛是几乎崩溃 南卓国家队从那时候就是亚洲的三流了 那时候你也用不着什么日本了 泰国在北京工体就揍你5比0 那基本就是差不多这么个状态 现在又输给越南三个 我看有人调侃那下一个差不多就是文莱就是缅甸了 这差不太多 而曾经让国人打了鸡血一般骄傲的那只铿锵玫瑰 早就找不着眼了 不过前两天 女卓3比1赢的越南女卓 结果偷掏暴力 人家男的倒找回来 人家揍了你3个 说到人现在日本队 早不是那个层次了 坚持职业化和市场化让人家走上了稳定性的成功 人家首先是亚洲的顶级强队 前两天赢的沙特 然后在世界杯上谁要碰着日本队你得小心点 现在和世界强队已经可以掰尺掰尺了 人家的女卒 甚至已经获得了世界冠军 都是一帮业余球员 人家就获得了世界冠军 说到中国现在的这个联赛 在中国混过一段时间的法国名将阿内尔卡 前两天 接受了一个采访 讲 说中国呢其实不缺乏足球方面有才华的孩子 说有一些孩子的球伤和技术 甚至都不亚于欧洲的那些小球员 但是中超联赛他认为就是个伪职业联赛 说他在这样的环境下 很难培养出优秀的球员 他对中超联赛他在那踢过 嗤之以鼻 说到现在这个所谓的伪职业联赛 当时那个金元足球的浪潮已经退去了 像那几年火的恒大苏宁这些球队 这东西现在差不多都破产了 很多球员都已经开始欠薪了 当年一掷千金的那种挥霍豪迈的气派 那早就看不见了 但现在中国这个足球队 据说到哪一去 这几个外员他们享受的这种待遇 那还都是千万级别的 他们是真有钱 说到越南这些足球队 好像里边那个队长大概一个月也就挣一两万人民币 在越南人家也有个小联赛 人家就自己那么踢 最后呢照菜你不误 所以说到中国足球这个烂尾工程 它整个的运行的轨迹 它的发迹史和衰落史 和中国整个的改革 特别是和中国的科技业 等等类似这样的行业 其实是非常相似 经过一段短暂的所谓的辉煌过后 因为它制度的落后 使整个的行业呢用不了多久 就走上歪门邪道 10年20年潮水退去之后 一看你还在裸涌 水平不但没有任何的提高反而还都在下降 这就是中国整个在这些年一个国家的一个缩影 你用不着骂中国足球各行各业你随便点 说到中国的教育 说到中国的医疗 说到什么你就挨个点 都是中国足球大概这样的水平 原来呢像易老师他们这些人还天天 为中国足球抱不平 你中国足球毕竟世界70多位 80多位 还有个名次呢 你把你的这个人均医疗等等这些东西在世界上探一探 远不如中国足球啊 你们有什么脸面去骂中国足球啊 中国足球和各行各业相比 相对还算不错的 这是说的是政府 说的是体制 另外咱们说说中国人 说到对足球这件事啊 中国人聪明嘛 但这点聪明劲呢到了这件事上就没辙了 因为这件事你超不了劲 你靠抄袭靠复制靠偷你解决不了问题 那我们就花钱买 结果这次呢中国是丢人现眼的搞来了这么急挺 洋枪 结果发现什么呀 这件事你买不来 所以说在中国人脑子里的那几招 好使的那几招 在足球上面都使变了 但最终你就是踢不过人 为什么呀 我们中国人的毛病 就不想踏踏实实的好好的搞市场 让它变成一个啊这个正面循环 让变成一个健康的机制 让更多的孩子都进来都踢球都挣钱 像当年梅西西罗啊当年马拉多纳这样的穷孩子 通过进来踢球我能够发家致富 我能够扬名立外这是个健康的环境 没有人有心思搞这个市场 另外呢也不想实实在在吃苦到那去练功夫 反正就想呢我花大钱 我请一个杨教练就请那个李皮等等的吧 希望这些人呢能给指点一个高招 我们能找到一个偏方 我们一下就上去了 一直就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 所以说到中国所谓的那个伪联赛 过去啊那都是国营企业之间 他们在攀比豆腐 那时候还有鲁能啊等等这些 这些大的国营企业 后来呢就是许家印这样的所谓的资本家 借钱豆腐 他们在这互相攀比 所以说你就看中国人搞足球里边这点事 全是鬼心眼的 就没有人实实在在的去做点实事 这就是典型的这几年的中国人 再加上中国的这个体制 说到足球这件事 他也就邪了 他就不吃你这套 你玩别的你都能忽悠 但这件事你就忽悠不了 所以说说到这支足球队呢 我认为啊有些网友说赶紧解散了就完了 别呀 我认为是应该留着这支足球队的 多少你要给中国人留一个安全法 留一个撒气的对象 留一个骂人的对象 你平时咱们抬眼骂谁都不敢 骂政府你敢吗 骂习近平你敢吗 心里嘀咕一下脸上带出来都扮你 所以说你骂周围接风邻居骂朋友 这也不合适 所以说呢 你只有找这么一个安全的 踏实的 最解恨的 什么都可以网上招呼的 无所顾忌的 那就是中国足球了 说到中国人的 苦日子他已经开始了 所以说在中国人的心理上 非常需要有这么一帮废物 来作为中国人的一个出气筒 时不时呢让大家 怎么样 让大家发泄一下 让大家呢骂骂咸鸡 让大家吼几嗓子 做点出格的举动 反正我总得骂点什么吧 我得出出火吧 我认为这帮人的存在对中国来说 是有社会意义的 所以说呢 可别解散 这支足球队啊 我认为这挺好的 说完这足球呢 咱们再说几句和足球 差不多意思的那个科技 说来呢 这事也比较邪啊 大年三十 北京大学呢 在31号他发布了一个报告 我也不知道这帮人安的是什么心 你早不说晚不说 你非得大年三十晚上说 你啥意思 在这报告里呢 他们比较了在美中 科技脱钩之后 谁的遭遇现在比较惨 结果呢 一点不令人意外 中国这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他们总结呢 说到中国的芯片产业 现在只剩下了技术含量低 而且付加值低的这些企业 而且这些企业 还都和那些媒企 有联系 说到人工智能 这可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科技就是生产力 说的就是未来的人工智能 这就是未来科技的主战场 现在是远远的落后于美国 另外说到人才触目惊心 只有一成的流美的科学家 愿意返回到中国去工作 连中国引以为傲的航天科技的核心零件 也都严重的依赖美国 和西方国家 这是南华早报登了他一部分的 一些章节 一些题目 里边的具体内容呢 这还得看后边 现在还都没出来 报告里也讲 中国呢虽然在一些个别的小的领域 处于领先地位 因为中国呢对科技的商业开发 商业应用 同样呢你比如说是一个像微信 当时抄的谁呀 抄的是脸书吧 但是呢我能把它衍生出像什么支付宝啊 等等的 他能搞出很多的商业应用来 在很多这方面呢 还是有一些领先的 但是呢在大部分的领域是明显落后 甚至陷入到了真空状态 就完全 没有 遇到发展的瓶颈啊 你比如说说到呢美国和中国的技术脱钩以后 对讯息 技术行业 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因为南华早报只是 刊登了一部分的 标题啊没有说这个 巨大冲击 他后边的数据支撑是什么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属于国家机密 他这个倒没具体说 相比而言 报告里讲脱钩对美国的讯息技术产业 没有明显的影响 另外报告还提及说到人工智能方面 他们用的词汇是远远的落后于美国 另外呢他里面讲说到人才 中国只有34%的顶级人工智能人才 愿意留在国内工作 56%的人已经跑了 已经移居到美国去了 而那些在美国学习工作的那些中国的科学家 有的很多都是拿着中国的公派签证去的 88%的人愿意留在当地 只有10%的人返回了国内工作 所以说呢他特别强调 搞人工智能行业的中国科学家 没有人回到中国 所以说北大的研究人员呢最后的结论就是 啊这个美国的脱钩战略还包括组建什么科技民主联盟 完全孤立中国 就增加了中国从其他国家 进口关键技术零组建等等 同时呢对获取先进技术和技术人才 也遇到了巨大的难度 大年三十北大搞了这么一份东西 应该说啊我认为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当然我们现在看不到里边的一些具体的数据 但从北大的这个报告上看 这才一年多的时间 说到美国的这个小院高墙的政策 或者叫科技天花板的战略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我想看到这个报告在美国那边啊包括老川普他们这些人 他们应该感到非常的欣慰啊当然也包括余茂春先生等等的吧应该感到非常的欣慰 什么叫小院高墙呢 我给你留一定的空间但就是个小院周围全是高墙 进不去出不来你就在那小院里边自己扑腾去吧 说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只要遏住了科技的咽喉把握住关键技术 中国的未来只能成为一个二流国家 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的对手 当然说到呢这一两年到现在这才什么程度啊 除了华为之外 华为是很明显了 彻底给打下去了 说到整个中国来讲呢还不是太显眼 毕竟呢他还是有些家底的 但你看三五年之后 在科技制造业等各个方面这个差距就会猛烈的显现出来 说到这个小院高墙 我把你困在里面 不战而屈人之兵 仔细体会这个战略就是这个意思 说到这个啊 有北大这份大年三十公布的这份报告 应该说证明了 所有的这一套他在工作 它是起到了作用 刚才讲呢 中国这些年在科技应用 商务应用方面 这确实是有自己读到的一些优势和特点 但是普遍缺乏关键技术 这东西和足球一样 你是靠偷靠复制靠买 这东西是没用的 这成本太高而且不好使 我想呢这就像是华为 说到华为整个的没落 这就是中国科技业的未来 说到北大在年三十突然公布了这么一个报告 这是很让人吃惊的啊 我当然想呢我相信 他们想的试图 用这个报告来对中国的政局 施加一些影响 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三月份就是 两会了 我想在两会之前 他们急匆匆公布了这个报告 就是试图让这些东西 在两会上 要产生一定的发酵作用 再这么下去就不行了 实际上 行不行 也没用了 就这么回事了 这两天呢 中国那边一直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消息 说中国的芯片啊卖的可是不错的 或者是怎么样 你都是一些非常低端的 低附加值的一些 芯片 同时呢也讲啊这个好像是华为呀还是什么 在美国那呢还是得到了一些芯片 好像美国的商务部呢 还是啊不公开的批准了一些购买的清单 但是现在看作为中国整体来说 这个整个的遏制 是致命的 我特别想看到他整个报告的全部 特别是那些具体的项目 具体的 数据支撑 这个呢 希望南华早报再往前 慢一步啊争取把更多的内容 透露给大家 下面呢咱们说下一个话题 最近呢就在最近这两天吧 对习近平是否在今年的二十大顺利连任 有一些人呢发出了强烈的质疑 特别是金融大鳄索罗斯 在两天前啊表示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无法向人们广泛预期的那样在今年的晚些时候成功连任 他认为房地产危机疫情党内敌人和出生率的下降都是对习近平不利的因素 简单的啊具体内容因为这个新闻已经出来两天了 这个很多的网站上都有 简单的归纳一下 这里边讲说到房地产 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动力和引擎 最近这十年二十年主要是靠房地产 结果现在的房地产已经变成了中国经济 最大的一个威胁和债务负责 还引擎呢现在他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包袱 说到出生率 索罗斯呢在他的讲话中他说了一个数字 说到中国面临的严重的人口问题 他讲说中国的出生率呢比公布的数字要低得多 据专家计算我不知道他指的是谁啊是不是易老师啊他们这些人 他讲的中国的实际人口要比14亿的官方数字 低约1.3亿 这一点并不广为人知 这个呢他没有详细讲 他背后的数据支撑 他的这个数字来源是什么 但老头呢说了这么一个数字 大概那你说 那就剩12亿多人了 这个易老师他们以前有过类似这样的说法 当然现在数字 据说有说8亿多人的 有说9亿多 有说10亿多的 很多的数字 但是呢 中共的14亿 因为拖了这么长时间人口数据他也不出来 最后出来那么一个歪七扭八的东西 现在呢和去年的出生率 和去年领各种啊身份证的派发率 等等的都有很多对不上茬的 这样各种各样的数据 所以说中国的这个14亿人口 是令人质疑的 这一点啊这个 锁老头特别把他注明 另外呢他说到党内斗争他认为 说到中共内部严重的内部分歧 是如此的尖锐 就连在各种党各种党内刊物上都能看得出来 索罗斯呢曾经是一举击溃了整个亚洲金融体系的这么一个大鳄 他对亚洲各方面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 别看这老头 90多了吧 9192 但现在看整个的思路各方面还是非常清楚的 我点开美国之音他那个说话的视频 老头说话各方面啊 一看还是非常正常的 不知道有什么这个长宝青春的有什么灵丹妙药他有钱吗 一看呢连党内刊物在人民日报在那一块打笔账 这些事老头都知道 但是呢在四大因素里边 他认为 奥米克戎可能会成为 习近平垮台的关键 他认为呢就这就跟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预测的2022年整个的形式是一样的 不用说什么股市了 也不用再说中国的房地产那些债务他们怎么弄恒大的未来如何怎样 所有对于中经济方面的趋势和预测 我认为全部都在前三个月的疫情上 只要奥米克戎崩溃了 全国蔓延了 出于政治考虑 习近平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咬牙继续坚持 他这个清零政策 当然程度上可能会略微有所放松 但主体上还是以清零政策为主的 只要是这样 那今年中国的经济就一塌糊涂 什么都不要讲 所以说呢中国所有今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疫情 解决不了疫情后边就什么都完了 所以我想呢这个和索老头我们这是兵家所见略同 这是里边这四个大的原因里边最大的一个关键 当然呢对索罗斯这套说法在墙内的很多人也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在墙外呢有很多朋友是支持索老头的这个观点 包括我一直关注的那位日本的江老师在内 江老师呢昨天做了一个节目 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 他也认为习近平连任 是没有办法成功的 这说的是总书记啊 他认为呢最后没办法 这总书记 到二十大 可能就会让给67岁的李克强 七上八下嘛 他已经69了你就下去吧 那所以说呢也可能李克强会当下一任的党的总书记 当然这里边有很多的推测了也可能像下一之前的江泽民一样 习近平下去但他会抱着军委主席 不放啊大概有很多一系列这样的设想 他现在在整个军委又提上将又做军队的安排 他已经为自己下一步这方面 提前做好了这个退身步 好像呢会像之前是一样的 但是我认为呢 我认为今年习近平垮台的一个关键 当然刚才说到疫情 我认为还有另外的一件事 那就是像索罗斯 像江老师等人 大家这么聊 我认为大家如果都坚持 国外在海外 咱们叫外网 或者叫国外的媒体 特别是在华人的这个范围 如果大家普遍认为习近平无法连任的话 我认为这个说法会强烈的反射 反射回墙内 会对墙内的反习情绪 会有一个大的推动 平时呢你像海外我们有很多朋友一块说到二十大的时候 都会认为呢习近平 现在占据着优势 尽管他现在有一些阻力 但他还是会顺利连任的 有人现在啊我的朋友 有拿出一万美元来打赌的 就赌习近平连任 谁要说不连任 咱们都记上 现在就不用把一万美元 拍桌子上了 到那时候 咱们兑现 怎么怎么样 我认为呢当然这些朋友他并不愿意看到习近平连任 他们的分析呢只是啊 这是无奈的一个现实 他们呢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奈的承认 但在这背后我认为大家忘了一件事 如果我们墙外的每个人都认为习近平他做不到的话 我相信这件事形成一个强大的声浪 强大的气场 他会强烈的影响到国内的 影响到中共的政局 咱们现在看 现在在海外啊比较沸腾的这几件事 最近的这个这就是把人家拴在链子上 生了八个孩子的那位苦难的那位女子 现在国内全删了根本不行了 但是呢海外的压力这两天啊 这没完啊这这这太惊世骇俗了 到整个这个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在所谓的神州大地 在所谓的盛世还出现了这样惨绝人寰的这么一种景象 那外边的人他不干了 所以说呢现在无论是 外文的媒体 和整个在海外所谓外网的华文圈子里边 强大的声浪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压力 我想呢在国内他一定面对着这个 他最后要给给一个说法 这两天他们也在那瞎编 有很多人一直在追究 这和多少年前丢的那个女孩李莹 就说她是那高中生会说英语的那个 两个人在相貌上各方面的比对完全是一样的 但中共政府那边说呢 说这人叫什么羊什么侠等等的吧 这两边现在都对不上 但不管怎么说 中共政府他边他也要对海外所谓的外网 要做一个交代 因为这个压力还是太大 他的影响还是很大 很多东西啊从国内出口到外网 出口又转内销 从外网再反射反弹回去 又回到国内形成一个强大的一个声浪 所以说呢这个还是非常重要 胡锡进他们这些叼盘们一直有这么一句话 叫不要给外网 递刀子 什么意思 外网的这个刀子还是很厉害的 他们是很怕里边的一些东西跑到外网上来 变成刀子再捅回去的 因为这个东西外网对网内的影响 对墙内的影响 还是很大的 他们是非常在乎 这一点 大家不要妄自菲薄 包括我自己 你像我们就做做节目 对中国政局能有什么影响啊 可不是这样的 这里边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点呢 所有我们在推特上的 脸书上的 包括在YouTube上 包括我们留言的收看的 很多观众的声音 形成一个强大的声浪 会折射到 墙内去的 所以说这一点 大家不要妄自菲薄 外网的力量是很大的 如果在海外 现在索罗斯代表华尔街 代表美国的这个资本家或者是就是华尔街的精英吧 他是很有影响力的 如果这些人现在纷纷站出来认为习近平无法连任 因为在前一阵的美国呢有智库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些信件 里边也讲 现在在美国呢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有一种 去习容共的这么一个策略 因为现在脱钩 脱不干净吧 没法脱嘛 是小院高墙 另外呢下一步这个贸易之间怎么样 现在美国那边自己争掐呢 自己争打架呢 无法统一自己的思想 现在跟中共那边也没法谈 等他们整明白了估计也是这么一个 大致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想呢现在他们在对中共的进行限制 但是你说完全和中共私开和中国私开 成本太高 而且没必要啊 你是一个好的一个产业基地 你给我们 做便宜的东西多好呢 他们认为这个没必要 脱钩 无法完成 也不必进行 但是 习近平必须下去 所有现在的麻烦制造者就是他 如果现在换上来李克强 换上来汪洋 上来以后第一站先访问美国 到那去喝喝酒聊聊天 又会说几句英语 到那去跟人家沟通一下 另外呢马上啊把他对着台湾的导弹赶紧搬一边去 赶紧怎么怎么样 做很多的缓和 跟大家道道歉啊 说一说 也可能这件事就能得到很大的缓解 世界上也不用像现在这么紧张 所以说去习容共 是美国近期的很多智库讲的这么一个目标 我想的下一步从美国那边包括 索罗斯这样所谓的社会名人 会不断一个又一个出来讲类似这样的话 我想的包括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边啊像江老师啊等等这样的 一些啊这个新闻分析人士 一些新闻评论的我们这些工作者 我们大家一块合力的话 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声浪把他投放到墙内去 这东西它是有用的 它能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看以前对王岐山等等让郭老七给搞的最后把海航等等的 应该说在郭老七搞海航之前那海航人家活的挺滋润的呀 最后生生给大崩溃了 所以我认为在外网所谓这个给外网递刀子 整个的一个心态 这东西是有用的 我认为让习近平垮台的关键 刚才说的疫情房地产 这都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但我认为在海外强烈对习近平 连任的巨大的质疑 这种反对否定的这种声浪 我认为就可能成为习近平垮台的一个关键 说也说死他 所以说呢我认为这个啊是有用的 我还是在这儿啊呼吁大家就这么聊就这么聊下去 就能把他聊死 所以我认为呢这个 可是有用的 这个是有意义的 最后呢咱们说说郭德纲先生 这两天呢一直有网友呢像悉尼奶爸我这朋友 第一时间就讲说天津和山东 两家卫视 这个删了郭德纲全部的镜头 等于呢相当于这就算是封杀了 是吗 因为当时说这话还比较早 后来呢昨天吧昨天晚上 我还快速的浏览了一下这两台的节目 确实得删了 天津呢后来留了个戏符伴着的这么一个半项 但里边 具体呢也没说这人是谁 当然这里边他有那么几句唱 这实在是没法删 因为这是一个群演的这么一个节目 那你把这人再给删了你把他那几句唱给摘了去 那整个这段唱段这段表演就完全不伦不类 他就破了嘛 所以说呢这个确实是 删了他就圆不上了 所以说这是实在没办法 能删的就 全都删了 到现在为止呢这都是事实 央视春晚 德云社也没人 郭德纲呢我给他看了一下就参加了这两台的节目 结果是全军覆没 不过 看这十台卫视最后收看率的整个的排行榜 天津台 以德云社为主的这个相声春晚 尽管呢删掉了这个老郭 节目还照样的受欢迎 在整个十个卫视春晚整个的大排行当中 他排在辽宁台之后位列第2 那辽宁呢你跟人家比不了 辽宁呢因为这正是冷嘛 哪也去不了 这个没法向广东那边逛花市 还买小吃这个他做不到 广东那边没人看着破玩意 所以说呢 东北的弟兄春晚收视率比较高 一个呢确实比较粉红 另外一个呢确实也是自然条件 大家都在屋里冒着 喝着酒电视有一搭屋一搭那么开着 反正你确实不看你干什么去 这确实也比较烦 辽宁春晚每次都花大钱 包括呢像什么贾兵啊什么宋小宝啊 很多的名人啊一块折腾的挺大 但你说天津这就是一相声春晚 一帮说相声的这能花几个钱呀 而且这帮阵容反正 老郭不来上去 那卷也不够这个分量 他也花不了多少钱 他这个呢就凭一帮说相声的能给说一第二 这就可以了 说明德云社在老百姓心目中的这个位置 那还是很高的 别的啊 剩下什么山东的等等那些春晚 那那些卫视人家都是综合性的节目 有唱有跳的那都得办上 请了很多大盘明星 但说到这个啊 这可是不容易的 说明了人们对郭德纲他们的喜爱程度 那怎么两台节目都没了呢 这里边有人说呢是不是身体原因 不是啊 节目都已经提前录好了 提前一个礼拜甚至都已经录好了 所以说这跟身体没关系 也有人分析呢说老郭呢这一半年呢不爱露头了 这边呢是郭德纲那边是李淡都不愿意在前面说了 都希望呢啊那些推出新人 让下边的演员们多露露脸啊不想再压他们一头 也不是啊 因为这个节目他都已经录好了 所以说跟这个捧徒弟这没关系 也有人说呢说可能是山东和天津两边呢有点合同纠纷 因为你老郭呢好像跟天津签的是独一份 你不能再在别的卫视上搞了 结果你在山东又搞两边是不是起了纠纷了 后来我查了一下 也不是 因为这提前都录好了 提前大家都知道谁在那哪都干了些什么 有纠纷早就干了那还录他干嘛呀 所以说这件事都不是 我从体制里出来 我可知道这种别看卫视春晚啊 这种电视台的春晚作为当地来说 这可是大事 作为当地省里面 像北京啊上海这样的大的直辖市 这都是当地的一件大事 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这都是要过问的 这春晚首先不能犯错误这是真的了 另外呢办的怎么样啊都如何怎样 那都是要过问的 当然 这帮人 自己的小情人啊什么的给批个条给我们安排个节目吧 等等的 这都是要有说法 所以就说呢 把这么一个主要的演员 一个压轴的演员给拿下来 一个 已经录好的节目 生生的把他就给阉割了 把他给做了 这对这些省或者市来说 这可是大事 说到江坤 他可是没有这个能量的 通知两个电视台把这人给我办了 江坤你给他十个脑袋他也没有 他哪有这本事 对不对 所以说呢有很多人说啊 这人一看郭德纲折腾这肯定就是江坤啊 你太拿江坤当回事了 郭德纲本人啊这个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也没拿他当回事过 郭德纲自己的道行他自己的所谓说的背景和后台 那是江坤想都没法想象的 所以说这完全就不是一回事 这么大的动静 说明什么 说明郭德纲至少在这次那一定是出事 那作为大背景 是什么你出事的大背景 是什么呀那就是习近平在一个多月前 在文联的那段讲话 在之前呢我专门啊好像是12月17号当时我给郭德纲先生提了一点建议 差不多就收吧当时呢习近平就在那个 前一两天 在文联呢 他媳妇穿着将军服在主席台坐着 他在前面啊做了个讲话 那里边讲 低格调的搞笑 无底线的放纵 博眼球的娱乐 不支止的欲望 对文艺有百害而无一利 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品行不端就像是上面说的这些人民是不会接受的 时代也不会接受的等等等等 讲了一大套咱们就不重复了 这话说谁呢 好像每一句都是在说郭德纲在说德云社呢 你要说平时之前啊像江坤直流 说几句这也就算了 他翻不起大浪 但这几句话到了一尊嘴里亲自下令反三俗 那底下人像李鸿忠这样的那拿着鸡毛当令箭 那郭德纲他们这些人可就算是没活路了 你像作为这些人我们都认为就是个演员嘛 就是个艺人就是个手艺人嘛 大家都是普通人嘛 但刚才习近平不这么看 他说你是文艺工作者 前面呢其实他以前一直是加着两个字的 那就是党的文艺工作者 那我就是一人 我有自己的行业规范 我只要不违反法律 我招谁惹谁了 哎不 习近平他按着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来要求你 他说你庸俗低俗媚俗 这就是他的标准 那就是共产党的标准 你得是他的宣传队你得是他的喉舌 你得是他的如何怎样 那你就没办法 他对你的要求和老百姓的要求完全就不是一回事 所以说那你说这怎么办呢 那他说你是三俗那你怎么办呢 最后人家说了最后一句话 我们人民群众绝不答应 那就彻底也就完了 所以说到这件事刚才咱们给分析一下背景 这次国家纲那就是出事了 这个呢 也别再找别的借口了 那你说老郭现在到这步应该怎么办呢 原来呢我曾经在一个多月前建议他差不多就收吧 因为自己收呢 总比别人让你收要强 这里边是有本质的差别的 因为中间留着的那层窗户纸没被捅破 都留着余地 你要别人过来 城管过来踢踢你 嘿嘿嘿滚蛋收摊吧 到这时候你明天就不能来了 如果你自己主动不来了 城管也没找着你 双方都留着那个脸 没出什么事啊 这二十大以后有什么事再说了 这一年又加上疫情 又加上冬奥会 完了又是什么两会 北京那是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你招他干嘛呀 所以说呢今年差不多就收摊子就完了 有工夫到澳洲这来躲几天了多好啊 所以我当时呢是给了他这么一些建议 别等着人家办你的时候把这张脸撕破了 到那时候你可就没退路你就圆不上了 据说啊我看后边底下这个节目后边有留言 说有人呢想办法把我的这个建议 传达给老郭转达给他 也跟着劝劝他 我不知道最后转达到了没有 大家都是自己人 这个呢应该 实际上都是盼着老郭好 谁也不盼着这帮子人呢就这么让人给废了 但现在这事情他已经到这步了 嗯 我的观念反而改变了 我认为现在老郭不能忍气吞声不坑普哈的就收摊子了 回去呢他自己有党支部啊他他自己前一阵也做了点姿态 他里边也有党员呢人家自己也学习啊文联的精神怎么怎么样 新的这个这是什么什么延安工作的讲话啊 咱们再学习一下等等的吧 我认为现在可不能就这么不坑不哈就这么粘忍了 我认为现在老郭一定要有所作为 这个时候反而千万不能怂 有一句话强倒众人推是破骨万人垂啊 人们会闻风而动的 郭德纲 就可以说吧他得罪了多少人 他挤占了多少人的利益 就他这个德云社把原来这几百号称说相声的把人饭碗全砸了 说到他在天津开了个分社把天津那帮 老少爷们全给得罪光了 你来了以后你让我们连家门口吃饭的饭碗都给我们砸了 所以说你这是够狠的当时他让各个队轮流到那去演 马路上站着都是小孩都在那等着等票 所以说你让天津的那帮父老爷们还活不活呀 所以他得罪人得罪苦了 而且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台上啊我要反三俗 他在那拐弯骂人他把那帮人给骂惨了 都憋着他有这天 所以说呢你说喜欢他的人是多的 但同行里边恨他的人 想撕碎了他的人那是多了去了 所以说如果现在你要一怂 那帮人是打蛇随棍上 那帮人是立刻就跟着就都上来了 那你可就碎了 因为你现在啊这两个电视台 这是起了带头作用 这两个电视台不敢用你 别在电视台你就别想了 可能有的什么过去的像他的老朋友安徽电视台等等的也弄不清楚你们在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我我宁可安全 一看人为什么不敢用你 挨着你边上的老家天津都不敢用你那我也别着这事了 所以说现在都是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说各个电视台以后你就别想了 至于那什么优酷啊什么这些这都不知道了反正至少官办的这些电视台以后呢老郭是够呛了 这你就别琢磨了 那怎么办呢 一听到这个风声那江坤还有几个月的干头吧 今年他就最后一年了 他干了多少年了他干了三十七八年了吧他这个举协主席 好家伙这两天他从春晚一下来一看那边把郭德纲给停了 那原来我惹不起你现在我还惹不起你嘛弄一帮人我逗你呀 所以说这个啊这个你确实不能怂 现在我给老郭的建议一怂就毁了 一退就崩溃了 所以我认为现在 要到出来演出的时候 前一阵市 怕呢给 徒弟们留饭嘛 你老出来 最后徒弟们也没饭吃 干脆啊他他就算在家退办退休了 跟李旦那边情况是一样的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德云社你这面大旗一倒那可是要坏 这跟赵本山不一样 赵本山在东北啊不干了 但那刘老根大舞台他是在沈阳 宋小宝他们这帮人人家还能盯得住他不是在北京 要是在北京你离江坤多近哪这帮人要回起你来你这帮徒弟 影响力可不能 同日而喻 所以说呢郭德纲现在一定要回到小剧场 要回到剧场要回到观众当中 现在 他不是说嘛你甭管是谁我手下徒弟捧几天我就能让他红 现在您捧捧您自己吧 你现在能不能让自己再山呼海啸的活起来 在什么外的什么优酷上各方面点击率各方面 还得让他删起来你还得把自己再吵起来 无论是在北斩还是在哪里甭管是在大剧场小剧场 你现在得拿出你多少年压箱底的段子 你得再次创业了 为你这个班舍 为了你这帮徒子徒孙你得再拼一次了 一退 那就全垮 你现在只能顶着干 我在小剧场里说相声 整个街桶子里全人 你们弄我一试试你看老百姓答应不答应 你现在要给大家展现在 你要给大家展现民意你得呼唤老百姓得跟着你 所以说这里边你又能干嘛你无非就是个演出呗 你一个艺人你也不能上街喊打倒这打倒那个的 你无非就是个演出 所以说能允许你的你就多演出 因为最近大家注意 20大前发现中共对这个民意 还是有所顾忌有所畏惧的 闹一闹或者是怎么样啊 这立刻给解决立刻就怎么样 小李老师给抓了 像以前那像那董瑶琼啊什么的 那就神经病了到今天也神经病了 所以说那大伙的一闹啊外往内往一块闹最后小李老师啊据说是走了 那不在那穷山恶水待着了那是不出好人 最后呢 都走了还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说这时候一退 那就是全退 这时候怂了那你就落他们手里了 所以说现在呢越是到这时候越要挺身出来我得演节目 你得回到观众们中间 你得造成一个声势 一个声势我认为最后结局 反而会好一点 北京不行啊别地儿演去呗 我不知道哪行啊 在国内南方行不行在哪行不行我不知道 反正呢最近这一两年呢老郭呢演出的数量大幅度减少 我认为今年今年啊 小月呢可能身体不太好啊这个你好不好也没辙了你也得出来 哥几个得二次创业这次得抡一把了 否则的话你如果一显现出你怂来你怕了 江坤在临下台之前那可就把你给剁碎了 所以说这块啊我这次再次给老郭提出一个建议 在这时候一定要挺住了 千万不能怂 你就看天津卫视没你的情况下还打了一个全国第2排名 说明老百姓是喜欢你的 你是有民意基础的 所以说如果你好好做你的意 回到观众们中间 把自己再活跃起来炒作起来 我认为这反而是下退对手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反击啊或者是一个有力的一个做法 所以说到现在千万别怂别在家等死 一定要出来怎么也得扑腾他一下 那好吧今天呢 我说的话题比较多啊咱们还在过年期间吧 今天呢也高兴跟大家多聊一会儿 咱们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评论 另外呢我们家技术员啊 再次呢还是提醒我 现在呢还是过节呢 不过在这呢 就一并吧咱们也别一个人一个人的说了 像那些通过PayPal账户 通过超级感谢 通过在直播中给我们打赏的这两天朋友呢特别多 在这呢向这些朋友们我们一并 表示衷心的感谢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 詹姆斯五 说中国人呢近几年看了很多打鸡血的电影 忘了中国足球的水平了 也别什么打鸡血的电影 我跟你这么说吧 中国军队还不如中国足球呢 这帮少爷兵拉战场试试 多少年没听见枪声了 为什么当时在老山 这邓小平批条子啊 每个军都得过把拉上一支部队滚动式培训 听听枪声 闻问肖燕声看看旁边流血看看死人的 你得打仗啊 中国现在这帮兵打过仗吧 你别看平时在这训练的时候都是假招子 都在那装模作样如何怎样 真正的 你跟人台湾的那帮特种部队 你别说杀人 你两边你摔摔跤你跟人练练武术 那帮人说白了那就跟馆长跟徐晓东他们那帮人似的 你这帮人还是什么传统武术那帮你看人怎么揍你 你看你平时训练的时候哼哼烂叫 如何怎样你看人台湾那帮 特种部队人家是怎么训练的 弄死你 所以说这个 中国军队的水平 和中国足球的水平 我认为会更不如 下次差不多该输给菲律宾了 差不多 你跟人家印度 你跟人家真正干一场 我认为啊你你比喻一下最后吃亏的也是你 49年以后中国足球一直也没起色 何必对他抱有那么大的希望呢 养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看中国足球保证身体健康 别呀 我跟你说啊 就看这一天 我就看了很多的评论 新浪体育啊包括很多的他们那夏天 评论海量的啊 你能够 透过那个屏幕你能感受到一种 快乐 大家是假生气 大家呢搜长瓜肚敲脑袋 想出各种那个鸡脚嘎篮特别阴损的 特别急剧嘲讽的那些话语来 可有才了 你想他真生气他能干出这事来 这就是找茬骂人 这就是借机会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我认为呢这是个 挺有意思的事 我认为这比春晚 你就看下边的评论比那个要海量啊 这比那多多少倍 他整个的评论啊 热搜网上等等你自己观察 我认为呢那边有水军炒这个不用啊 这个老百姓自己 就特别的欢乐 你就像当年李大眼他们当时那帮骂中国足球啊 当时凝聚了很多人 很多当时我这我都不太记得了可能有一个叫 那个叫大仙的叫王什么类的可能都去世了 当时有很多人啊在那个很厉害的携手 包括当时郑也夫先生他们很多人都掺和这事 都在那说中国足球怎么怎么样在那掰扯这点事 他们是在说中国足球吗 当时只有中国足球让说 他们是在通过说中国足球在说中国整个的体制 他们在整个抨击中国的整个中共领导下的整个的这套制度 当时说的可不是中国足球 当时那个足球之夜 说到当时的腐败 当时那帮人家赌黑呀或者怎么样 那个中国足协就是整个中国政府的一个化身 当时吸引了多少非常有才的人啊当时那个什么 主持人呢叫什么张斌的刘建宏什么的 当时那些人啊当时他们的知名度也是很高的 后来也就都不行了为什么因为当时整个的气氛说的是那个 抨击的是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 所以说都是借足球在指桑骂怀 在寒沙摄影在说那些事啊 所以说这个呢当时说到体育评论 足球评论 我认为当时李大眼他们那帮人啊 这个他们的目的还是非常清楚的 这个大眼讲说中国足球之蠢超出人民的想象 但是要行行都有世界杯 都有世界杯 谁更蠢更坏还真说不清呢 说到中国的芯片 中国的医疗中国的社保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旅游高速春晚中国的税务 中国的物业等等等等还不定 中国足球还世界前七八十名呢你再看看别的那都100名以后了 所以说呢大眼那篇东西啊写的还挺长写的还是不错的 再次邀请啊这个李老师有时间的话呢到我们这边来玩来啊到我这来住两天啊一块好好聊聊啊 范成我就这么念了啊 谢谢您的支持Eric在足球发达国家 踢足球是天赋和自己的努力不懈 罗纳尔多是很自律的运动员 罗纳尔多他爸是一花匠 在花里面是 足球俱乐部的那个花 的一个花匠 我估计他爸还管那个球场的除草啊等等干这个 当时呢这个长着仙鹤一般两条小细腿的这个小孩 在里面跑来跑去后来好像是 人家那个俱乐部运动员们给了他一个足球啊后来就 就这么开始 人家那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市场 机制 孩子们进来通过在里面只要你有一分努力你就会有一番收获 如果你里面呢再有一些才华 你肯再付出一些汗水那你就会罚家致富 甚至名扬天下成为一个国际级的球星 很多人实际上都是通过整个的这个市场 实际上这个市场呢 最后人家有法律法规等等 后面延伸到整个的国家制度 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一块单独的 飞地啊别的都是专制霸道就在这一块搞这个自由市场 不可能的 通过足球市场你都能看到在各行各业 像马拉多纳天生有点侏儒正的这么一个穷孩子通过自己的天分和努力 成为世界巨星 那你通过像乔布斯这样的人通过比尔盖茨这样的人 通过一个大学都辍学的这么一个人 人家在各行各业都会有这样的奇才在各行各业里涌现 这是一个整个社会的问题 在中国各行各业都不出人才的情况下你要指望着中国在足球方面 出一个各方面的巨星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这件事呢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国家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这你没办法 Jason 谢谢您的支持 您这有点多了 谢谢您 下边这个S.O.H 我念不好啊 这是来自咱们新加坡的一位好朋友 谢谢您的支持 那好吧 今天的时间 咱们就到此结束 谢谢这么多朋友们的收看 包括我们的老朋友陆 谢谢您的支持 也在这再次祝您过年好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 明天呢在会员节目里呢会跟大家讲讲 那后来呢 我们该讲到我们南斯拉夫系列的重头戏 该讲塞尔维亚 周五的直播 我们大家呢再见 下面呢再次感谢 这是谁呀 高田 谢谢您 向您表示感谢 我看不太清 那好吧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